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這個天氣來說 秋冬其實身體更要補 因為很冷 早上我都會喝一杯熱湯 不過皮膚也最怕暖 最怕缺水 尤其去到日本的時候 熱湯很熱 麵包整個都適合 所以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保養很簡單 不過你要找到東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缺水其實很容易癢 好好你中間不會不上去 然後再來 當然就是說 我們水的年紀不一樣 代謝也比較差 所以應該怎麼樣 做一個不同的保養 今天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今天請到來賓 他現在越來越懂得保養 本來很會保養身體 吃東西 可是現在臉部的保養 也越來越好 我們歡迎櫻桃 美鳳姐好 秋冬換季是好困擾的 所以皮膚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好,另外這位 他皮膚一直都很好 他一定不能碰薄 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我們歡迎櫻桃 美鳳姐好,大家好 我覺得肌膚會洩漏年齡 對 對,所以 是的 我們歡迎保養達人 明晨老師 哈囉 簡單保養座 就能夠輕鬆對抗 不煩惱 好 那冬季、秋冬換季 保養有什麼困擾嗎 當中冬天 我就非常非常困擾 因為我每天把臉 認真洗乾淨 有時候還洗兩遍,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要入尾棕嘛 有時候煮飯 其實因為我們有時候都化了妝 然後又回家 家庭主婦就是這樣啊 趕快煮個飯 然後又趕去下一個工作 然後我都覺得 我的臉上有妝又有油 所以我有時候洗臉 都會洗兩遍,你知道嗎 洗完之後就啤一啤 然後就很癢 我就趕快上化妝水 然後就擦一個忌廉 這樣子 可是每次到秋冬 我都覺得嘴巴也乾 然後晚上睡覺 眼睛也都這樣啤啤 所以有時候要到睡前的時候 我就會再去補一些乳液 一直補 可是它還是很癢、很乾 我就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好 那櫻桃,你呢 我是比較懶惰啦 不行 不行 但是因為我比較麻煩 我是個麻煩的問題 幾乎就是我比較敏感 所以我只要一到秋冬換季 我的皮膚就會開始泛紅 我不像姿佑姐說 可能因為過乾癢 我是因為過敏 所以我就是三不五十抓一抓 這邊抓一抓 有時候臉抓 有時候脖子抓 對,我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尤其是我不大喜歡 就是... 塗一些太厚重的東西 所以秋冬的時候 其實我最煩惱 就是我的過敏劑 對,我覺得其實我周遭委 好多女生都跟我一樣 一樣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以感情深受 因為過敏的時候 癢然後好好吃 對 皮膚就變... 粗粗了 就粗了 就是很... 聊聊的 很聊的 所以這會比較辛苦的地方 而且我只要是隨時一抓癢 我就覺得完蛋 我這個冬天又要煩惱 在這裡我們就請教一下 老師就是秋冬的肌膚保養 它一定有特別要掌握的重點 沒錯 秋冬換季的過程 有三大重點 大家一定要注意 來,我們看一下 好 第一個就是適度的... 適度的清潔 所以要洗乾淨啊 適度... 洗乾淨 你應該是太多 因為其實適度的清潔 應該是這個換季的季節力 我們要選擇比較 溫和、不刺激的清潔產品 來使用 你過度清潔 其實肌膚的皮脂餡沒有了 你反而造成水油不平衡的時候 你更容易出油 然後你更容易造成皮膚乾癢的問題 就產生了 是哦 這只要洗一次 洗一次就好了 是嗎 其實如果說你的妝是薄薄 像看哲夫姐現在的肌膚狀態 其實它是薄妝 其實我們可以用簡單的 卸妝乳、卸過一次 再做一次的洗臉的動作 你用溫和型的洗面乳 去清潔或清潔皂 來清潔就可以了 對 好 然後第二個其實就是 因為秋冬本來就是 水分會大量的流失掉 你如果沒有做好加強的保濕 其實你會發現 隔天起來木耳紋出現 小細紋出現 皮膚乾乾粗粗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相信這一點呢 避免水溫過熱 這一定是所有人常常會 容易出現的問題產生 因為冬天不就要洗很熱的水嗎 可是你知道 過熱的水 它雖然會讓皮膚有一種觸覺 就是感覺好像皮膚比較柔嫩 比較好 可是你有沒有常常發現 通常我們起來 如果你沒有馬上去擦保濕 你會發現開始癢 你就這樣倒爪爪、洗爪爪 其實那就是水分、皮質 被洗得太乾淨 它就會讓皮膚開始產生 過敏的現象 冬天真的要泡熱水 沒有辦法 沒有 我覺得泡是一定需要 因為它可以放鬆嘛 身體放鬆 可是當你起來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做好保濕 就要趕快擦 身體就趕快 對,不然如果像Cherry這樣的 皮膚狀態比較敏感的人 我相信你只要一起來 你沒有擦保濕 你毛巾擦乾之後 你會發現開始會有 抓癢的問題 有時候我泡過熱還泡太久起來 皮都皺了 腳就覺得 腳跟手都有那種被... 泡起來都乾乾的感覺 反而更乾 公共主持 保養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你如果沒有把臉部清潔乾淨 你擦什麼東西 只是增強它的負擔而已 增加它的負擔 所以清潔 老師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什麼樣的那種好的方法 可以清潔的 好,像現在的秋冬 換季季節裡 我就建議大家 你可以使用 這很特別耶 可是皂那個洗完臉都白白啊 當然你選擇的一定要是 為什麼我會說要使用清潔皂 因為在清潔皂 跟其他的洗洩裡面呢 它是最溫和的 而且如果你選擇 比較天然有機一點的 第一個 它會造成... 比較不會造成皮膚的傷害 它只是把肌膚的油脂帶走 髒污帶走 可是會幫你 在上面 好好奇哦 對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個呢 大家可以看 它這一款呢 它最主要 它是一個韓國品牌的 那它是 海藻 對,海藻的結顏皂 你也知道海藻的成分在裡面 它有什麼作用 它可以幫我們適度的去角質 溫和的去角質 然後再來更重要 它裡面有 魔若歌油 所以洗完臉不會緊繃 對不對 而且魔若歌油這東西 它一開始最常用在哪裡 頭髮 讓頭髮瞬間柔順 它同樣把它用到肌膚上面 所以可以幫你做到一個 讓你肌膚柔嫩 所以這塊 你洗起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洗完之後 皮膚就是嫩嫩的 像嬰兒一樣的 像嫩的 對 我需要 就是直接用手加水這樣 還是要用有一種是網子 有一種是... 之類的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卸完妝 手洗乾淨的同時 其實你直接就可以用手搓 因為它比較天然溫和 所以它再起出來的泡沫 比較綿密、細緻 所以你在肌膚上面 就可以輕輕柔柔的洗 像我自己都會用它洗 你知道洗完真的皮膚 我該怎麼形容它 它就像是 如果你沒有用對好的洗蟹產品 我們的皮膚是很像油豆腐 皺皺的 然後可是它洗完洗對了 肌膚的保水度有了 嫩度有了 它就像我們的雞蛋豆腐 真的這麼多 嫩嫩的 對 對啊,好棒哦 我就覺得這個我需要 這個不錯哦 是這樣 而且更重要 它要如何讓我們肌膚 能達到一個水潤度呢 最主要是它還有一個成分 叫 對,椰子油 去幫我們做一個保溼的效果 秋冬換季 千萬記得 好啦 太好了 我現在回去改進 不要 當然就是說 不要用熱水 對 然後再來就是清潔之後 就要讓皮膚不要太乾了 對 太緊繃 要保水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啊,因為我每次那種洗完臉 有時候緊繃 我都發現 那個紋路就會跑出來 對 那我都不敢笑 所以... 對啊 然後笑都會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 我現在都不能大笑 而且我現在發現越乾 然後真的洗乾淨之後 我就會趕快把油塗在臉上 你知道嗎 已經抹油 不然我怕一笑起來都魚尾紋 真的,好恐怖哦 而且年紀就被他發現 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你如果晚上躺著看連續劇 追劇 追到一個不行的時候 你整個眼睛這邊 這個細的紋會跑出來 對,尤其早上起來那一剎 我就不敢看鏡子 很恐怖 真的 其實我剛剛聽到姿佑姐 你講到 你通常洗完臉 馬上就擦油到肌膚上面 就擦一個忌廉吧 擦一擦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眼周細紋 其實它的角質是最薄的 而且它是比較敏感 所以你不能單純 只是用我們的面霜 來擦在眼周 它這樣比較容易造成 我們常常會不會看到 有人擦了眼周之後 對,都在這個地方 是的,我告訴你 那就有... 它的分子太過大了 它反而沒有辦法 讓眼周去吸收 它反而就會堆積在表面上 就會產生什麼 肉牙 你就會發現一塊一塊的 小肉牙 所以不能把我們平常擦的眼霜 直接擦在眼睛旁邊這樣 也是可以 可是你必須要慎選 它的分子比較細小 而且很好吸收滲透的 這才是重點 對 要怎麼挑呢 好,我今天介紹的這一個呢 它這一個同樣是同一個品牌 我在韓國發現的 它呢 來 你們的手借我一下 這是眼霜 眼霜哦 可是它的質地非常的... 好特別,它清爽 它是那個透亮的 對 而且更重要 你知道嗎 它裡面 擁有 在裡面 我們眼周長期 就像我們會追劇 然後可能用眼過度 其實我們的膠原蛋白 很容易被流失 真的 它用的是歐洲的生物科技 所以讓它的分子更細小 讓你使用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雖然叫眼霜 可是它是非常的水溫 非常的好推 而且重點 它沒有香精的味道 對 我喜歡 它那個味道很重 它不會太重 然後非常水 它吸收度好快哦 滿透的耶 它吸收度好快哦 很細緻 而且它是一塊就提亮了 對 這樣子就推開了 我覺得吸收是很重要 而且它的方法就是 你要用多少這樣擠出來 好像每一個都很新鮮 對 而且你要想哦 它有百分之八十的膠原蛋白 成分在裡面 它不但可以調理 我們眼周的小細紋 水分的流失 還可以幫我們做到 長時間下來 可以幫我們調理 這我太需要了 反而黑眼圈會比較淡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點上去 還是用插的就好了 我會建議一開始 我們先點上去 而且可以輕拍我們的眼周 輕拍 因為這個動作是幫助 我們眼周的血液循環 是 對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要如何讓它可以加強保水 它這個產品系列 它都擁有 你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 糖胺巨糖 第一個 它可以幫我們 可以讓肌膚有再增生 再生的能力 讓它能 對 眼周就是需要水嘛 細紋自然就少了 對,而且有膠原蛋白 這就重要了耶 我覺得太棒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一直都流失了 對 對 眼睛保養完之後 臉部的保養 要有保水 對 保水 而且更重要 現在我們剛剛是不是前面有提到 保濕很重要 要講保濕 我今天要帶給你們 同樣是同一個品牌 可是它厲害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別名 它被稱作為 一百小時 保濕霜 一百小時 一百小時 就是插在臉上 我可以吃就是一百小時 一天只有二十四個鐘頭 所以它這個厲害的地方是 它有做過測試哦 來,給大家看 你看 它這樣的整本 這麼厚一整本 都是做過測試的報告 我也為大家做出了一些簡單的 重點出來 大家看一下 你看哦 它做的測試 第一個 它針對人體實驗 針對一百小時的持續保濕能力 所以它等於就像肌膚 可以像是一個蓄水池 你插上去之後 你就像自己自身的蓄水池 不斷湧出來的水 讓你能做到肌膚的保水 水潤效果 這好神奇哦 可以有用在補充嗎 當然你如果吃到任何的環境裡 如果發現太乾 我們可以適度的再做補充 可以再補 可以再做補充 這麼厲害 太厲害了 最主要它裡面有 這個太強了 對 它這個百分之八十%的糖胺俱糖 其實最主要 它就是要用最原脆的原料 讓你去做到肌膚的一個 修復更新 然後讓肌膚能達到鎖水的效果 那好適合你 那一天那種證明的 真的 而且我覺得我每次過敏 皮膚就是乾 對,然後再癢 我通常問過醫生 通常會癢 就是因為皮膚的底層太缺水了 就會開始一直抓 真的 因為水分沒有做出 真的就很容易 皮膚沒有辦法達到一個膨潤感 對,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我不可能隨時帶著一罐麵霜 帶到包包連滿面一直補 所以它只要擦過一次 可以持續一百個小時的保濕 這一點有嚇到我 而且它這還是有測試儀器 來測我們肌膚的水分 像它塗抹前塗... 塗抹三十分鐘 四十八小時跟一百小時後 去做一個進行的測量 看肌膚的水分 是否有持續的維持在 這一個標準值上面 是哦,這麼嚴格啊 對 那很強耶 所以而且更重要 它裡面不添加太多的 一些就是人工的成分或香料 所以敏感性肌膚都可以用 是哦 這就是敏感性的救星 可是我覺得乾跟有保濕的那種感覺 我可以嘗試一下嗎 當然,沒問題 我可以擦擦看嗎 好啊 那我直接... 可是我有化妝呢 我幫你做卸妝 剛好我們還可以測試一下 肌膚的水感 那我先幫你做卸妝 先卸 好 所以我們平常就卸妝完 然後就用肥皂洗臉洗一次 對 用冷水這樣 好 可是如果你的妝比較厚的話 妝比較完整 我就建議你還是需要 做卸妝油或卸妝乳 清潔完之後再做洗臉 就是要分開就對了 對,要分開 其實老師 我剛才一直在看你介紹這個品牌 我後來發覺 我剛才稍微瞄了它的標誌 我發覺這個我之前... 這個品牌 我之前有用過它的粉餅 非常好用 尤其是有三個顏色 就可以自動校色的那個粉餅 對啊 我覺得我印象最深 它保濕度非常厲害 我很難用到有粉餅保濕度這麼強 就是我用完之後 一整天皮膚都會很亮 那時候美鳳姐就說 你皮膚怎麼那麼亮 我就說我就是用他們家的粉餅 真的啊 對 他們家就標榜 他們家的保濕成分非常強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好眼熟 原來是同一家 其實我告訴你 這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那個粉餅沒錯 所以他們家的保養 也真的非常厲害 對,好厲害哦 難怪我一直覺得 原來真的是粉餅用得好 連它的保養品也好用 對,而且你們知道嗎 它的這一款商品 它在韓國可是有十年之久 而且銷售都是冠軍 所以你就知道 一個好的產品 其實它就是歷久不衰 太厲害了 對 它這一款一百小時保濕霜 它還得到了美國CNN的報導 對,真的很不容易 太強了 對,好 這個時候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姿佑姐的肌膚 好,現在是歸零的狀態 好 好,我們先測試一下肌膚 好 好,給大家看一下哦 現在它的肌膚水分 剛卸完妝本身肌膚的效果 保濕度已經很高了 我們再擦了這個一百小時保濕妝 會不會有更驚人的效果 好,很驚人哦 很高了 很高了 好,我會建議如果說 像你的皮膚狀態現在 如果感覺是... 通常如果比較有感覺乾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還可以把它運用拿來做按摩 對 我會建議大家在擦它的時候 我們 然後由下而上 那一擦下去那個亮度都出來了耶 對,肌膚的保水度就會提高 而且更重要 你知道它裡面還有一個 新移花的提取物 它是可以幫肌膚做到一個明亮光澤 如果擦下去之後可以化妝嗎 我會建議如果你要化妝 因為它本身它有高濃度的保養成分 所以你要直接上妝 我比較不建議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拿來做按摩完 我們再做一次化妝水的清潔完了之後 再上妝是OK 沒有問題的 老師,我想請問 像這樣子你這按摩很好 如果平常我可以厚敷嗎 可以 我告訴你 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現在是泰國最紅的那個 就是部落客 他前陣子很常要飛哪裡 他要飛泰國、飛日本 然後台灣這樣的飛來飛去 在高空上 所以它造成皮膚有一陣子 突然泛紅的問題產生 後來我就告訴他說 第一,你現在所有的保養品請停下來 因為當肌膚有狀況 泛紅而且缺水的狀態 你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造成什麼 第一個 它會讓肌膚負擔更大 而且不會有緩轉的效果 所以我就叫他直接後敷這一瓶 一百小時保濕霜 去後敷它 然後什麼都不要做 就後敷它 敷完了之後 你知道隔兩天 他傳訊息跟我講 它退紅了 這麼快 而且不乾,你知道嗎 真的哦 這麼厲害 那個人就是 對 為什麼大家都認識他 因為亞美將是藝人 但他現在在經營部落哥 而且他常去泰國 而且每次去 那太陽晒得好黑哦 那他... 又乾 他去泰國 我覺得他很開心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 那邊好玩的 我覺得挺好的 那當然就是晒太陽嘛 對啊,太陽是真的 對 好,現在我們來測試囉 好 剛剛五十幾嗎 五十六 來 五十幾 歸零了 好 九十九 你相信要翻倍了耶 你太強了吧 他真的渴太久了 是不是 對 他不然直接喝太多 好厲害 五十六變九十九耶 真的耶 那我等一下這邊也要擦一下 沒問題 對啊 你待會兒可以讓你帶回去 讓你好好的擦一下 那很重要 太好了 等一下就直接拿走 好的,沒問題送你 這很重要耶 擦好多哦 原來我們平常讓它渴太久了 真的 我以為只要一個滷液擦一擦就可以了耶 沒有 你滷液第一個 其實它的分子問題嘛 其實我覺得是肌膚的保水度喝足了 喝飽了肌膚自然就透亮起來 你要做任何事情上妝 其實都會 讓肌膚就彈彈的自然就有那種健康的好氣色 太棒了 所以保養的程序就是說 當然清潔保溼 有人沒有辦法很多時間做很多的程序 對 其實簡單也可以有一種不同的保養方法 也可以讓我們在秋冬的時候 就可以... 也可以達到那種水潤的感覺 對,而且它可以厚敷 我就覺得很不錯了 好,讓大家作一個參考 對啊 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鳳姐 好棒哦 謝謝 我終於可以受益良多 這個秋冬不用擔心了 真的 而且它一罐就好 好棒哦